刚才把这个28号的下半段录完了 白录了 挺倒霉的 忘了开这个路边设备的开关 然后我以为那就算了 无所谓 那个手机原样录呗 完了一看 你还插着这个线 然后呢 这个开关不开的话 光嘴动 完了一点声音没有 算了再录一遍吧 这个 自己这么疏忽大义 这怪不得别人 然后就说从那个 上讲到好像就讲到那个上网课嘛 说白了就是念经 各种仪式 完了我们局势就在最后面 就跟着一块 别人怎么弄 我也怎么弄 反正我进去了 你不会给我赶出去嘛 后来呢 就念完经以后呢 就那个 出大店 然后看见一个老外 挺眼熟的 然后我就过去看见他 我说 哎 我说 那个 I remember you we leave the same hotel 然后他说 Oh I remember you 完了那个 完了我们就聊了一会儿 就聊了那个宾馆 说挺好的 他还挺喜欢那个风格的宾馆 小瓜挺喜欢的 然后呢 他就说他要去兰州 就在这儿待两天 说呢 他是第四次来中国 就是我看他这个意思的话 应该也像是佛教之旅吧 去兰州 应该就去敦煌完了 完了在这儿看到这个龙门嘛 挺好玩的 有时候 我在最年轻的时候呢 就很羡慕这帮老外 那时候昆明的那些背包客也多 那时候我就想 我说这帮人天天背这个包 汉语也不会讲 有什么好玩的 然后后来呢 其实自己 慢慢慢慢 也走上这条道路 我也挺喜欢这样的生活 其实 一个人没有什么不好玩的 反而呢 有时候一个人就 就更自由 我累了 我就不走 我就在一个地方多待两天 我想走的话 我的步伐就加快一点 不会和别人这个 形成产生什么矛盾 之前就不行啊 就之前就想 这一个人吧 我是挺向往的 我一直想试试 但是呢 他就找不着乐趣 那你不能强逼着自己说 为了装 装完了 你就说找到乐趣 那也不好玩啊 对不对 这又不是给别人活着 这快不快乐的自己 但现在 我真的是挺喜欢这种方式的 当然了 和朋友我也喜欢 和家人我也喜欢 就不是说 就完全排斥和别人一起玩 但是呢 自己玩呢 我能找到乐趣 那这些是挺不错的 这个应该源于上次 那个 一个人在柬埔寨 确实也找到了 很大的很大的乐趣 然后后来就 就慢慢慢慢的 就能体会到了 就挺好玩的 然后呢 我就跟那个 聊完了 就是跟那姐姐说 我说 Have a nice day See you later 大姐姐走了 我也走了 我去哪呢 我还得去那个 就是直语查社 因为我的 小包 我就是带了个小包 大包呢 我就那个 65升的那个登山包 我就寄存在 宾馆吧 我背在那儿 也挺老沉的 而且那个 人也挺杂的 对不对 当然了 人家也认为 我是那种杂人 就是 大家都是陌生人 有一定的防备 这是基本常识 放在宾馆 更放心一些 其实衣服还没有干 其实我也收了 我就也 放在包里 没有太干 完了 今天 都回来 还是有点味道 我就重新又洗了一下 完了 我到了主语查社 就之前看 不说 有一个初中 辍学的小伙子 叫小鱼 还有一个小姑娘 是高中辍学的 我也不知道她叫什么 那小姑娘呢 就 高中辍学的小姑娘 就是在 在我还在 治愈查社的时候 没有上网课的时候 有一个居士阿姨 就把她带着 采莲花去了 真的是 看看那种生活 还有点像 那个古代的 就是 一个老居士 带着个小丫头 去采莲花去 然后我回去 看了多了一个小姑娘 她穿的 普通的衣服 但是呢 她也是给别人 侦查到水 她 做一些服务的工作 我就问她 我说 你也是在这当义工的 她说是啊 她说 她是 大学生 我说 哦 我说大学生 大一大二 现在就放假了吗 因为我那个 就是当老师的那个同学 他 还没有放假呢 就是 她说 没有 她说今年是高考 她爸呢 是比较信佛的 就把她送过来 在这儿 呃 待几天 体验一下 她也没穿居士服 呃 但是呢 明显看出来啊 这小姑娘的情商 就比那两个 呃 一个初中辍学的 一个高中辍学的 那俩小孩 情商要高很多 而且知识面呢 也要广很多 那这个无可厚非嘛 一看就是那种家庭条件 比较好 嗯 不知道是信佛的 还是那个 不是不是 不知道是做生意的 还是那个当官的 他爸 反正明显看出来 就是生活条件 不是太差 呃 举止呢 也落落大方 情商也高 后来台来话 那个阿姨回来以后呢 我就明显看见 他能跟那个阿姨 打道一片去 就 阿姨毕竟是管 管这个茶社的嘛 他就能看出来 这些事 这个跟 呃 家庭有很大很大的关系 耳濡目然嘛 对不对 就一般的小孩呢 就像我们这种穷小子 当时出来 但一点也一点没有 出去以后 我记得有一次 呃 就有一科不让考试 就 就为什么不让考试 是因为旷课太多了 我也不上课 凑巧你老师还喜欢点名 就三次点名都没到 完了就让那个 呃 我的同学给我烧话说 说他 他不用来考试了 考试也不会让他过的 因为上次旷课了 完了那天我去打球 就愁眉苦脸的 我们那个网球教练 就跟我说 哎 怎么今天 看你愁眉苦脸 平常都笑呵呵的 我说 哎呀 有一门考试 这没考呢 就挂了 这多倒霉啊 这 这就叫重UV啊 我们学校 一个四个学分 专业课 其实两百八十块钱 半个月生活费没了 那能能好受得了吗 让我充考 还不交我 不充就费还行 那个网球教练就问我 谁教你 我就说是李老师 就明了我就不说了 他说 哎 好办 我咋好办 明儿 我约他 他跟我学球呢 陪他打场球 就是我跟我那个 一起打网球的同学 就是那体育老师那货 我说 那时候让我们俩陪他 我们俩一会儿 就是老师呢 你俩老师一会儿打双打 嗯 第二天就去打了 哎呀 打得高兴了 又打嗨了 我跟同学两个人打都挺嗨的 完了打完以后 那个 那个网球教练就骂我 你傻 我咋了 劲儿多是吗 你不知道让这一点啊 我说不是 我想就别骗老师嘛 当然打得高兴嘛 你是高兴了 那人家能高兴吗 我说哎呀 这不懂啊 我说这 完了老师就说 没事没事 让你考试了 老师 那个 跟老师来赔个礼 完了 我老师赔个礼 道过歉 完了 最后再燃考试 完了 他好像最后那门课考了61分 老师也挺改变 就想起来 就是说情商的这事 想起来自己的一个小插曲嘛 这小孩情商真的是挺高 这个 所以说呢 不同的家庭环境啊 对小孩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后来其实小鱼的身世呢 我后来还知道 还是挺可怜的 嗯 其实你看他过来 老老挖托我什么的 就就就 我感觉小孩有点娘娘的 就有点奇怪 后来我看他对每一个人 都那样 就就喜欢 嗯 有点粘人吧 真的是小孩 但我现在在我眼里 看他们这个年龄 嗯 就就当小孩对待 嗯 对他们要求 我也我也没资格要求什么 就是嗯 也没有那么 太高 必定嘛 孩子嘛 他总会 慢慢慢慢的成长的嘛 那这小孩 这小女孩就不一样 嗯 明显不一样 嗯 反正长得呢 还行 你说漂亮吧 也不怎么漂亮 你说难看吧 哎 长得也不难看 那就是那种 嗯 就 他他我看他就是我没看见 就是他那睡也是那个睡在 呃 女生的那种宿舍 我不知道女生的宿舍在哪 就是那那群阿姨啊什么的 那群阿姨对他也挺照顾的 就说早上不想上早课 四点钟起不来 那是肯定起不来 玩手机玩到一点多 那四点钟怎么能起来呢 就说这群小孩现在就对手机依赖太严重了啊 嗯 嗯 好多都是那样 其中那个对你小鱼更搞笑 那小鱼呢 是 他手机被没收了 就被那个 呃 后来我知道那个杨居是 也是个老太太 挺好的人 人非常不错 完了 老太太为什么没收他手机呢 说你天天拿手机 听小说 看小说 嗯 完了 你第一工作做不好 是一方面 第二就是 嗯 这人太太太消沉了 就就老拿手机这样 小小年纪的 他就给他没收了 嗯 没收以后呢 就让他背那个金刚精 一共四月纸 说能 能那个背下来 是金刚精还是大背筋 金刚精好像是 那背下来就还给他 那小孩怎么着也背不下来 完了 小孩手机可能就不要了 完了 我还穿了一次战 我就说 嗯 我说你后来后来穿的 就挺搞笑的 但是呢 我也不是真正的穿战啊 就是就是说 那小孩的问题 然后那个 后来呢 我们就去那 那那那 就 就差不多到吃饭的地儿了 我就溜在一圈 就问小孩在哪吃饭 小孩就告诉我了 他在哪吃饭 我就溜在一圈 当时还早嘛 要去那个猪法兰和圣木藤的木 去转了一圈 这这俩 这俩大哥还是那个 对中国佛教还是做了挺大的贡献 我还真的是 就 我说感激人家吧 也感激 也说不上 反正就是那个 还是 对他们的工作 限于我比较崇高的经义吧 反正就这样 他还翻译了四十二章经 佛说四十二章经 就是他们翻译的 当时就是从那个 白马驮过来 那些经书 他们都给翻译了 当时还有个小故事 也挺搞笑的 这小故事就是讲那个 好像佛教和道教都看上这个地盘 都想那个占为己有 然后那个汉明帝呢 一看这两边都不好得罪啊 一个传统的这个宗教 另外一个是新兴的这个宗教 而且是自己做梦 梦见的这小金人 这宗教人家来了 你说这给谁也不好 就说这个你们斗法吧 就是说把你们的经书都烧 看那个烧不坏 那个厉害 谁就能沾这块地儿 还有现在还有这个分经台呢 完了就烧呗 和尚那个打扰了 你和尚没有 他肯定不说道士没有好 道士道冠好 就说这个佛家的经典经书都没坏 道家的东西 七个八千烧了 就剩了一本道德经 他们编这个编的也挺好玩的 那为啥呢 因为道德经在 就是在国人当中 这个心目中这个地位非常重要 而且我也很喜欢道德经 那你说道德经就烧了 就有点夸张 所以说呢 他们这个编东西 编的挺不错的 也能照顾道德社人的情绪 财神的意思就是 你道家就道德经还行 其他都不行 完了呢 佛家就都经书全保留住了 最后在那儿 那个地儿就归和尚了 但是那个比尔伯特当时写的 我印象里说 他们是在五台山的某个地方 做的这件事 但我现在看 比尔伯特可能是写错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坟经台这个地点还在 还在这儿 而且我还问导游 我们导游说就是在这儿 不是五台山 可能那比尔伯特那大爷写的 也不是不严谨嘛 就谁嘛 写东西都有一些错了 这可能人家对我错了 这都有可能 完了就 就讲讲吃饭的时候挺好玩的 就吃饭的时候是这样 那个有中间一道门 有两边两道门 然后中间一道门呢 就进去以后是空的 然后两边是摆桌子 我们呢是从两边这个门进去 男的呢就走其中一道 女的走另外一道 然后坐呢 男的坐一块 女的坐一块 但是呢 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 他这个前两排 他前两排都空出来 为什么空出来呢 那是我们坐好了以后 等到点了以后 那些和尚过来 是那些和尚人做的 我们不能做前两排 后来呢 我还做了那个白碗筷那个工作 对他那个碗筷啊 就是摆在桌子最前面 每一个一个长条桌 摆四幅碗筷 你碗呢就贴着前面的桌边 但有一点 稍微有点距离 那筷子头呢 是放在桌子上朝左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摆 反正人家就这么摆 后来我也跟着学那样摆 那是第二天的事了 完了呢 我们就等在坐在那儿 谁也不动也不许说话 我估计也是不能说话 因为之前也了解过 完寺庙吃饭不说话 就那坐着等着 对还有一个桃 给那个还有水果 桃就晚餐有 早上和中午没有 完两个碗呢 是干什么用的呢 就是一个是盛菜的 一个是盛小米粥的 各种戏饭嘛 反正就那天是小米粥 完了我就看 反正我说这个坐在这儿 我就想这去哪打饭去呢 你过去打饭的话 我还没看见饭 像那个自助餐似的 在那你自己乘啊什么的 坐在那等着 反正到6点55就知道了 和尚本都进来了 就是按照顺序进来 尊备掌幼嘛 完了 方丈也很紧 完了我们就在那儿等着 等过以后6点55了 完了 晚饭还好 一是没那么多 就有一个人比划比划 就开始吃饭了 吃饭怎么吃呢 就是他们端个大盆子 过来 完了呢 就拿了勺 就过来 就先给和尚盛 盛完以后呢 就到我们这边 你可以要可以不要 就是一些素菜 但是呢 每顿我发现都有豆腐 因为和尚我估计 补充蛋白质就靠豆腐了 光蔬菜也不够啊 对不对 完了 就是豆皮什么的 每顿饭都有 完了你要是想要呢 你就这样 哎 比和比和 他就给你盛 不想要的话 你就这样 就是给下边盛 然后又过来一个 又盛菜 大概有三四种素菜吧 有豆芽 有豆腐 还有蔬菜 大概就是有四种左右 每个人呢 都 都那样 完了 还有一个人过来 拿着一堆馒头 这样拿着 你可以自己拿一个馒头 或拿俩馒头 都放好了以后呢 你就 别人不动 我也不动啊 我就 看着 完了 好像和尚开始动筷子了 哎呀 我们就跟着一起吃 我说还行 吃碗小米粥 吃俩馒头 我吃俩 我还有吃一个的 没看见吃三个的 那个 吃点馒头 吃点小米粥 再加点蔬菜 还有一点咸菜 挺好的 完了 就吃吧 吃完了以后 大家吃了都很快 我 我 我现在 不像以前似的 我现在吃饭非常非常的慢 细腰慢咽 因为胃口不好 慢慢慢慢 得保护一下胃 我发现这个 每次细腰慢咽以后啊 这个胃口就舒服很多 以前 傻袍子 不懂啊 就 就也不知道养生 就 就知道 饿了就使劲吃 现在我饿了的话 我也慢慢吃 对 你吃坏了 对胃肯定是不好 你嚼细了以后 你胃的功能 就消化它 就 就结少很多粒粒气 对不对 牙齿嘛 就是干这个事的 你把牙齿 的 这个 这个东西 该 该使用的功能 你减化了 你胃就要承受更多的压力 这也是后来才理解到的道理 等我们都吃完以后呢 反正我想 我就慢点吃 你也不会够抢走 对不对 完了 和尚还吃完了 完了 我看旁边人差不多也快吃完了 我就还是慢慢吃 吃完以后呢 和尚都吃完了 他们就统一 就出去了 走中间那个门 人家是走正门的 这个寺院呢 还是分那个 等级非常非常的森严 就按照一个大爷的说法 就是说他是初中生 来了两年了 学了挺多知识 而且皈依了 还有一个什么 就是我们穿的那个学士服 以后他旁边 还有一个 类似于袈裟的一样的东西 那个就 比我们高一级 他说 他是初中生 像我这种刚皈依的呢 就是小学生 我说大爷 我没皈依 我幼儿园 他说对 那你就幼儿园 他说你为什么不皈依啊 我说 没准备好 其实我也不想皈依 那个天主教 不是天主教 这个基督教我也整天去 天神教堂的一个人家混 我也不想皈依 我能理解 就是 就是 怎么说呢 就 这种仪式性的东西 对大作主人 它还是有好处的 我虽然排斥仪式 但是它好处是什么 就是让你 大家产生一个 产生一个共战 产生一种共鸣 然后就省得让你胡思乱想 集中精力 其实明显啊 还有好多好多的这些东西 他说的都是一个道理 就让你把精力集中起来 脑子 你就省了很多的 力气 省得乱七八八的响 其实大脑这个 相当于CPU 你耗 每天耗的这个能量是非常非常多的 老想想这个 想想那没用的东西 那肯定不好 然后 对啊 所以说 我能理解宗教这些仪式探 但我不喜欢 因为每一个人对宗教的认识不一样 我不会单一的说 我就一定要加入某宗教 就排斥其他宗教 没必要 我总感觉 每个人他信仰的层次也都不一样 也挺好玩的 对 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吃个饭 我待会再讲 就是那个 寺庙里那些有趣的人 就他们对信仰的认识太好玩了 真的是有点颠覆 我也挺喜欢和那些人交流的 因为寺院它有个好处啊 在那儿大家 都可以聊聊天 也没别的事干 就法事啊 什么的 仪式啊 搞完了就可以聊聊天 而且呢 就你想能去那住着的人 他都筛选过医院的 毕竟他有点故事 有点去的人 平常人 就那种 一天无聊的 他也不会往那去 所以说呢 它是寺庙 它是一个好地 听故事的好地 然后呢 我待会吃完饭 再讲讲这些 关于 我看见的一些人和事 真挺搞的 还有一些自己的 一些沉甸和思考 先到这儿